这第一个数字2567万 是全省机动车保有的总量 这是我们江苏的 第二个数字3411万 是全省机动车驾驶人的数量 那咱们江苏应该是属于 机动车大省了吧 是的 目前我省的机动车保有总量 和机动车驾驶人数量 分别位居全国的第三位和第四位 那已经非常厉害了 对 这第三个数字和第四个数字呢 第三个1941万 就是我们这个私家车的总量 全省的私家车 第四个2943万 就是我们汽车驾驶人的数量 这里还有另外一组数据 这个第一个数字4.4 就是全省平均每4.4个人 拥有一辆私家车 平均每2.9人 拥有一本小汽车的驾驶证 是这样子 这个呢 这第三 第四个数字 是我们交警的业务工作量 这是平均每天 我们交管部门的业务窗口 受理7.5万件 这个交管的车驾驾驶业务 这个是平均每分钟 互联网办理交管业务 52件 这后面两个数字 都是平均每分钟的 一个是平均每分钟 有2.3个人 拥出了驾驶者 每分钟平均有4.3辆 这个新车办理了登机驻车 这个辆区 也就是说您刚才聊了一分钟时间 就是咱们后边 就上牌的那个地方 就是4辆车 甚至5辆车 就都上完牌了 对对 这工作量确实很大 就是我就担心啊 就这么大的 这个庞大的一个工作量 排长队 然后还有让我来回跑 这个问题的理论上 是可能发生的 因为我们全省的车管岗位的 民警 附警的数量就这么多 每天要面对大量的 来办事的群众啊 又要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这个确实存在很大的 一定的困难 但是呢 近年来 我们全省公安交管部门 这个紧紧围绕 这个服务保障 高质量发展 以及这个群众 平安出庭的民生需要 我们不断地改进服务模式 简化这个业务流程 先后推出了 网上办 就近办 等110项 这个辨明 立名的举措 这个有效解决了 群众来办理车架管业务 排队长啊 这个手续多啊 办事难的这个问题 应该大大提高了 这个群众 对教官部门的这个 办事的便捷度和满意度 也有力地服务了 这个初发展 稳经纪 保民生的这个工作大局 拜拜 你们多гов